以前我小時候也睡過這些繁埔床 很涼爽的時候, 很通風 也挺舒服的 你好 我記得那時候小時候大概六歲 就住石梅村 現在的路好像不同了 跟以前的樣子都不同 我記得這是15座 那時候我住15座 他們說以前的15座 就是現在的石牆樓 看照片也挺有趣 現在對方都不同了 到我11歲的時候 整家搬到杖山村 就算了 真是想不到搬走了這麼久 可以進去看看 因為全部翻新過 游過了, 已經不同了 我再說回來 我只想回家 我很喜歡 我叫你駕駛 你不會再靠近 我會不再靠近 我會想 Para 你怎麼是 我愛你不希望你能把我靠近 那麵Kais princi 很通風、很爽脆 以前的家裡,這裡有一張梳化 這裡有一些椅子 飯桌放在這個位置 家裡一定要有摺椅子 人多,方便收起來 以前我們的桌子比較大 人多吃飯 不夠嗎?再放在表面 再放一塊大桌面 所以,一家人就坐在這裡 我住在這間房間 這裡有一張屋架藏 這裡有一張屋架藏 這邊都放在櫃上 哥哥和弟弟住在這裡 一格格的 那時候我回想起我的哥哥和弟弟 是那種嘻嘻哈哈的年輕人 那種一起成長的生活 大家都在這間屋裡 可能是屋邨 拖鞋也不穿,在這裡到處走 或者是一件T恤 甚至乎打大桌 就是這種小朋友 就是這種屋邨的生活 很有感觸 爸爸媽媽就在隔壁房間 我爸爸媽媽住在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有三張床 這裡有一張,這裡有一張 這裡再放多一張 那時候很少有的 就是三格的六架床 睡得這麼高 三格的 每天上班、上學的時間 大家都會出來走到桌子口那邊 所以經常跟街坊會碰口碰面 都會打招呼 在這裡,跟譚先生聊聊天 譚先生,你好… 你好,進來坐坐,行不行? 可以,可以 好嗎? 很久沒見了 你好 我認得婆婆 婆婆,坐吧… 在看電視嗎? 是 是嗎? 是 你們吃飯了 屋邨之間,大家的街坊 都會有一份特別的感情 每個人都很好照顧大家 你們去探望我媽媽 後來你爸爸有時候忘記帶鑰匙 不是有時候,是他事事都是 那就叫他進來坐,等你弟弟回來 不是這樣,老人家站在這裡 很生氣,對不對? 那就進來坐一下 對… 所以互相照顧 對,見你們很開心 有這麼多年了 大家都大了 對… 大家都大了 以前看著那些小朋友 現在說結婚了,長大了 或者搬了 好像在一起成長 很有親切的感覺 如果你問我,這裡最多的回憶是甚麼 就是家裡的廚房 我媽媽小時候經常教我煮飯 就是在這個廚房裡 我今天很想為這裡的街坊煮一頓飯 希望大家一起來坐下來吃一頓飯 聊聊天 回味一下我們在杖山村長大的日子 其實我煮一頓菜也想起我媽媽 一站在那個位置,洗一下切 或者拿一隻鑊鏟炒一下炒一下 我就會想起我媽媽 我是在心裡不斷地感謝她 來了,這麼早也好 招呼不了 各位街坊,來,先坐下… 先坐下喝一杯茶,聊天 先別客氣…坐… 再喝一杯茶 行了… 別客氣,多等一會 我要準備一下,要點時間,好嗎 好嗎… 辛苦嗎 不辛苦…開心的 今天我煮的菜是有豆泡麵豉 蒸魚腩,豆豉煎釀三寶 還有這個是芽菜炒魚片頭 華先生,我剛才爺爺煮了頭水給你喝 他說你喜歡喝 對,樓下的藥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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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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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那次跟他說過要紅豆沙 是… 要煮給你 試試嗎?各位 很入味,很香 你看,全都入味 對,不是開玩笑的,我自己做的 現在很久沒吃過漂亮的紅豆沙 那你什麼時候吃? 你會煮嗎? 你教我,我不會 待會有機會試試,好嗎? 好 謝謝,善逗婆,我們每個人都有份 我說紅豆沙,我只是煮紅豆沙給我 謝謝…我們待會有甜品,好嗎? 好,謝謝 我感覺到是人間有情 這些特別在一些舊街坊身上 很容易看到 上一次我跟他說我想吃紅豆沙 他真的要記住,不是吹水 他真的還承諾,他真的煮給我吃 我很感動 乾杯,謝謝 乾杯… 不辛苦… 辛苦你了 很久沒在廚房煮過東西了 先試試這個 很漂亮,很漂亮… 就是這個樣子 很漂亮… 這個也是我媽教我的 對,加點薯片更漂亮 比較香 我們來乾杯,謝謝… 你也沒了一句,林仔來說 是,是我媽媽訓練出來的 以前小時候是覺得被迫的 我也不想學習 他非要我站在廚房門口看著他煮 我是男生,我應該去玩 但是日子有功,學習一下 原來那樣東西,懂得煮食 我不是說煮得好吃 但起碼我煮到食物 給自己一種很自給自足的感覺 其實我媽媽就是用這種方法 身體力行去教我們 你要怎樣照顧自己 去獨立生活 我是…我很感謝我媽媽 你在演識人類 我媽媽覺得kes… 我在演識人類 你要做宇텐